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文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讲花钱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死亡呢? 原来现在美国的媒体就质问美军 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商月刊 也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已经达到近一万亿美金 并且还在增加的美国军费是否太高呢? 没有太高的,他可以说促进国防的工业 只有最高 没有最高的,不断加下去的 但是你看回数据,原来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 一名美国议员就是手拿着 一袋据称是 采购价格高达九万美金的小零件 会将美国高官问到位置 那当然在社交媒体上过去已经是所有 不单想用了九万美元的小零件 曝光 还有是一千二百八十的美金的咖啡판 什么 是什么来的? 什么是这么贵的? 什么是这么贵的? 还有一批美金的马通 这个我相信是一批美金的马通 因为有些马通过去真的很贵 还有9万美金的山羊 用来种什么山羊?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国会听证会这份是细查美国军费的清单 原来黑历史也是出来的 美国军费的开销 原来是经不着查 一查一下就很糟糕 当然这个东西是否真的 9万美金呢? 他可以说这些东西 是很贵的 因为我们不懂 我不敢说他不是 原来报导就说 根据专业报导就说 这份杂志他说 调查过这么小的金属 这个衬套 实际市场价格是100美金 但是你不要忘记 市场价格 如果是大陆东西 他不用 因为你什么都说不用 你什么都说不用的时候 我知道什么大陆东西都不敢用 其实价格不出奇 而且价格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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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价格可能是因为 采购过程 因为价格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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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价格肯定是高的 这位价格是9万美金 10多万欧币 在这里小心点 在这里小心点 在地上有几粒就没有了几皮 是几皮 那当然 原来越高军费 那你的东西是否应该越精良呢 大马上 我们逻辑 你这东西贵 贵也不重要 那贵也不重要 但是对不起 2023年财政年度 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的死亡数 令人震惊 那已经有十多名 是军方人员 因为直升机掉下来 而离开人世 那这种状况也导致 2023年4月 全军 全军机队停飞 经过全面的复查 之后 陆军才是解除这个状态 所以有议员说 为顶你 你现在当然 你不断加 加到差不多1万亿美金 如果你一样 这样洗下去 洗都不要紧 你起码保障 人员安全 和质素 结果又不是 那当然 解除了状态 就是解除了这个 是停飞状态之后 结果没多久 又有直升机 是跌了下来 那接着一直 是跌到今年 2024年的 当然这种 那么高的 离势率 亦比往年 平均高三倍 那是不是真的 比较差 看着国防新闻 Defense News 其实他们都说 2023年 财政年度 是自从 2011年 美国从伊德克撤军以来 陆军士兵 是致命率最高的一年 十单事故 总共14人走了 这些事故属于叫A级事故 意思即是导致人员 是商、离世 或者是设备損失的事故 那价值呢 那就不是很多 价值損失了250万美金 原来美国陆军的飞机 匿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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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是否有进步 认真检查 零件好些 刚才那9万元那袋 可能是保命的 结果不是 结果那些人利息率更高 原来目前这个比率是3.22 记住 每10万飞行小时 就有3.22起的事故 那些人走了 都挺高风险的 老师 没错 而且十几年来 最高比率的三倍 2023年 最大获一单直升机事故 就是肯塔基州 夜间 多机队训练演习当中 两架黑鹰经常出事 黑鹰直升机就相碰 结果造成9人离世 5个月后 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一架 MH-60海鹰 海鹰也是出事 海鹰直升机在执行 训练任务时 也跌了到地中海 造成5人是没了 接二连三的事故 令人担心 好像阿拉斯加的一单多机队演习当中 两架阿柏奇直升机也相碰 三名机组人全部是没了 另外两名阿柏奇机组人员 就是墨西西比州一次训练当中而离世 而上个月在德州美墨边境 执行任务时 一架拉科塔直升机也跌下来 造成三名机组人员离开人世 陆军的高层说 现在我们要积极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加强训练计划 但专家认为 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解决到这些根本问题 所以事故率改善之前 情况可能更加糟糕 这个也没什么办法 当然这些事件 会不会有意入伍做军人的年轻人 看到这样 我再想一下 好像入伍也挺高风险 我反而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 为什么人们入伍呢 第一,现在美国实业率低 第二,已经是买了那种软实力 以前看一些 是美国电影 哇,美国大兵很帅 但是这个就是 不知道是多得阿桑奇 不知道是多谢阿桑奇 还是美国佬说多谢阿桑奇 因为阿桑奇 其他维基解密 是揭露了美军的罪行 令很多人对于这些美国大兵的幻想是破灭了 美国陆军最强 刚才说阿柏奇 美国陆军最强攻击正式机 阿桑奇 一单是很近的 3月24日 位于华盛顿州的一个基地一次例行 演练当中造成两人受伤 第二单是3月26日 很近的三日后 这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卡森堡 另外一个基地跌下来 也是受伤 之前2月12日和2月23日 第二起事故造成两名飞行 刚才说过 两人没有了 阿柏奇 攻击正式机已经服役了接近40年 目前仍然是生产中最老牌的重型攻击直升机 目前对于最近涉及阿柏奇事故的原因还未清楚 虽然去年陆军也透露阿柏奇的故障问题明显增多 其实你给多多钱还是这么多问题 那你不要怪议员 无论你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你都不要怪他们的质民 可能导致在机舱内出现潜在危险性的烟露 但是在没有 你记住阿柏奇是这个波音症 波音今年都挺用普通话的悲怨 都挺霉 火弹他很麻烦 你想想他民用和军用东西都出事 有有脱落脱门 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最近这几次这部飞机出现事故是由于 发电机问题引起大外界对于飞行条件 还有是维护的质素和人员培训水平提出很多质疑 但是由于阿柏奇直升机是由波音公司制造的 今年以来很多的学者也都对波音提出了重大的质疑 美军目前拥有超过700架阿柏奇直升机 这个类型直升机的产能 就以达到美国陆军采购目标为止 亦即是812架 波音还会接一些外国客 它始终是超级巨企 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很厉害 其中最重要的是2023年9月 波兰订了96架阿柏奇 由于今年2月原本计划生产的一种新类型 要用来是淘汰换近一半阿柏奇机队的新机型 其实是取消的 因为之前有些事故 所以它就要停一停 这个很正常的 美国陆军队阿柏奇的依赖性 都是挺大的 这也意味着 很多目前复役的阿柏奇的直升机 将会继续延续它的复役时间 现场 现场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做好一些保养 保养 但看来 都是那句钱 花多了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还多了人是离世的 多了事故 事故之下当然会离世 这个是否需要反省一下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先 多谢各位 再见